欢迎收看每周360 让我们一起回顾上周车谈的最新消息 第一则新闻 Lexus LBX 正式登场 这款车就是接下来Lexus家族里面最入门的车款 外观上改变的车头车尾 相较于以前这次整体看起来比较圆润 全新的车头灯 还有这个无边框的水箱护照 车尾也有这个贯穿式的尾灯 虽然是最入门的车型 但是它还是秉持着原厂高质感的设计理念 内饰有着大量的皮革包袱 也是首款Lexus搭载着一个12.3寸的全液晶仪表 还有这个8寸的iPad直列式的大屏幕触屏主机 支援Android Auto还有Apple CarPlay 在动力的部分 它搭载了1.5L的Dynamic Force自然进气引擎 加上Hybrid混合动力系统 综合输出最大马力表现134HP 峰值扭力表现185Nm 甚至还可以搭载这个E4电子四驱系统 让你在一些丝滑的路面上大大的提升安全性和操控性能 至于几时来到大马 我也不知道大家耐心等候一起留言交流交流 这样时间可能会过得更快哦 第二则新闻 Lexus GX正式发表 其实上个星期 Lexus一口气发表了三款新车 包括了这个Lexus GX 作为Lexus最瘦车款的车型之一 新一代的GX延续了LX的阳杆设计的风格 整体非常的方正 车头灯的设计和以往的Lexus车款非常的不一样 尾灯组的设计 则是采用了目前时下最流行的3D LED的尾灯组 还有这个连贯式的尾灯设计 虽然原厂还没有提及这款车的离地高度 以及最大的涉水高度 但是这款车在过去的越野底子 大家有目共睹 绝对是不会让人失望 看看这个内饰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14寸的车载的主机 内建了新一代的Lexus车机系统 同时也支援无线的Android Auto以及Apple CarPlay 同时具备了全新的Lexus Safety System 3.0 另外新车也具备了这个可辨识的悬吊 通过不一样的驾驶模式来切换悬吊的软硬程度 目前新车警提供了这个3.4L V6的双涡轮增压引擎 其中最大马力表现为349HP 峰值扭力表现649Nm 匹配的是一个时速的自排变速箱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这辆车的越野性能的朋友 留言给我们知道下次我们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 第三次新闻 Honda Elevate正式登场 这是Honda全新的B-Segment SUV 这辆车的尺寸说来有趣 这里我们附上一个图表 方便大家参考 总之这款车的车身尺码 小于HRV 但是它的轴距却比HRV更大 相信原厂这么做是为了车内的空间表现 所以才会使用这么长的轴距 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扩大车内的空间 这款车暂时只有单一的引擎选项 也就是这个和City同款的1.5L的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布会上 说明会匹配这个6速的手排变速箱 还有这个CVT的无段速变速箱 而且喜欢手牙的兄弟姐妹们 登什么 另外还有这个220mm的离地高度 还有这个经过特别调校的悬调 可以让它更轻松的应对烂路甚至是轻度越野的路段 加上这个5.2m的回转半径 City Drive Holder是轻度越野 绝对没有问题 这款车值得期待 第四的新闻 2023年 Torota Corolla Ortiz小改款泰国登场了 还记得上次我们提到这个Cora Ortiz的小改款吗 没有想到它已经在泰国推出了 传闻这款车也会在8月在我国陆续推出 大家放心Double Wishbone还在 但是这款车在泰国并没有如之前传闻一样 会用这个Dynamic Force的引擎 而且各种车型对比之前的价格上涨了一个大概2000马币左右 所以可以预计未来大马版应该也是会跟着涨价 在外观上他们在一些小地方进行了优化 或者是添加了一些镀鸽失调 然后也用上了这个全新的轮圈设计 内饰也升级成了12.3寸的数位化仪表 不过这个只是在最顶配的混合动力 GR Sport的车型才有 至于其他车型就升级了这个9寸可以支援无线Apple CarPlay 还有Android Auto的中控出屏主机 最后根据之前的传闻 小改款Cora Ortiz会大概在8月份在我国发布 而大马版通常都是从这个泰国CPU等装进口 同时配备接近 因此这一次 泰国发布的这个新车 几乎可以说是大马版的前瞻了 所以大概率小改款的车型在我国的售价应该也是会有所上涨 不过配备反而变得更加的丰富 最后一则新闻 Mishibishi Code 终于正式回归 由于这辆车是Renot Clio的贴牌车型 原厂仅在水箱护罩和保险杆和头灯的部分 有进行了部分的改动 不过它的水箱护罩上维持了Mishibishi家族式Dynamic Shell的设计元素 车尾就有着这个Mishibishi的字样 取代了这个原厂的logo 那么这款车就有着三种不同的动力配置 首先就是原厂这次主打的1.6L的自然机器引擎 加这个1.5kW的电池组组成的这个Hybrid混合动力系统 综合输出最大马力表现141HP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 和Almera上那一款一模一样的1.0L的涡轮增压引擎 有90HP还有这个160Nm的动力输出 入门版本车型则是搭载了这个1.0L的自然进气引擎 有66HP加95Nm的输出 这款车将在今年9月在土耳西的工厂进行生产 不知道原厂会不会考虑把它带进大马 之前这个Proton Satra就曾经俘获了国内一众仙背车侧迷的欢迎 不知道大家会期待这款车的到来吗?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以上这期节目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还有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